作詞曲 李宗盛 製體Bonnie的外表 你未必會發現她是視像人士 我現在左眼有一成視力 右眼有五成 如果左眼這樣計算 我伸直一隻手 伸直兩隻手指 大約有一個胸 十幾年前 她在上班時視力罩光 她找視光絲染眼時 發現更是度數暴增 不可能我一百度突然變千六度 你應該有神經病變 從初一開始覺得蒙茶茶 但突然間完全一點都看不到 那時我還記得進醫院的第一刻 醫生說 徵師,你快點收拾幾件衣服進院吧 我說很忙,我要上班 不請假 怎麼可以進醫院 還不理會她 然後她就說了一句 很形狀地說 你快來晚了 那時第一份工作 剛剛讀完書出來 也都在威爾斯那邊做事 爆發沙士的地方 我剛剛做這個流行病學 那段時間 當你見到身邊的人 一個一個 很迅速地離開的時候 你就寧願每天睡覺 睡兩個小時 不吃不睡 我們都要快點好找到一個源頭出來 她捱壞了身體 最終入院 但醫生一直找不到病因 而她的身體狀況 就不斷惡化 我進入醫院 然後她就在做很多不同的確診 但醫生一直都放棄我 不治我 我就轉了12個醫生 很多時間我都已經在睡床 沒有能力去逛 說話 嚴重的時候 我曾經試過我的機能有心臟衰竭 好像接近休克死亡 要去搶救 當醫生哭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應該都差不多了 服用了很重啫量的雷鼓唇 加上一個接一個的手術之後 她很神奇地慢慢康復 一度重頭工作之後 又再復發 令她反思 究竟生命裡面什麼才是最重要 我覺得 原來人生是不是真的純粹是 得工作呢 那一刻我就很認認真真地 覺得是不是時候 應該要晚下來呢 真的機緣巧合 覺得很想再去讀一些書 所以好像以前這樣 因為一直做研究 你會看很多電腦 你會看很多文章 寫很多東西 我們可否有些東西是另類一點的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讀心理學出身的 可能那一刻就會想 可否做些東西是關於的呢 第一時間就想起 睡衣草 因為我的食藥 導致我得到一個情緒病 因為我們有經歷的時候 可否關注一下我們 社會其實很多人都在生病 可否用我們自身來做一點點東西 去令到大家關注一點呢 挺大的挑戰 坐就一定坐到最前面 在老師前面黏著坐 但是一開始不適應的時候 因為一路用神 可能我看著鏡頭 大概15分鐘 其實基本上我要睡覺 拿手機去拍照 拍照後回來自己的最前面 很近距離 這樣放大去看 已經不太理會到其他人的目光了 因為曾經的我其實是很介意 想用我這個品牌的名字 其實帶出背後的意思是 我用一對其實是雙痕淚淚 花痕淚淚的眼睛 去看一個很漂亮的世界 以前的經歷 我不想再跳進洞裡的時候 我現在真的懂得取捨多了 曾經可能真的很接近死亡邊緣 你就會覺得 其實你每一天起床的時候 你還可以呼吸到空氣 真的覺得沒有東西可以繼續生存 你來得開心